来关心各大报的头条焦点 今天三大报头条一样都是台北市政府昨天勒令远雄大巨蛋立即停工的相关报道 了解完三大报头条之后来看的是 总统马英九昨天就职满七周年 发表520就职演说 跟以往最大不同的是 马总统找来了将近百位的知政和民间友人 在演说的时候以他们的作为故事和例子 细数政绩 总统马英九就职七周年 发表520就职演说跟过去不同的是 影响台的旁边特别设置了大萤幕 有画面跟数据搭配演说 台下近百位资政和民间友人 则是过去七年施政以来最好的故事和例子 马总统强调这几年听到不少批评声浪 也包含自己的支持者 内心感到过意不去 但绝对会负起完全责任 马总统强调还有一年多的任期能做的还有很多 未来这一年的施政重点放在和解和团结 也呼吁未来不管是谁当选 施政都该延续下去 繁荣台湾和平两岸 友善国际为目标 努力为台湾打好基础 培养实力 七年来由于政府与人民共同的努力 我们已经确立中华民国的发展方向 未来不论有谁执政都应该延续下去 尤其是我们过去七年来 我们在两岸和平所获得的成果得来不易 必须用心珍惜努力维系 马总统强调七年来的改革之路 并不好走 但会持续坚持下去 不只在经济上加入区域经济整合 TPP和RCEP 也会在九二共序上持续推动两岸关系 这种新鲜奇文台北报道